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日 西方媒体广泛地报道 看看媒体关注些什么 除了此前介绍中共历史 以及分析评论中共为什么会取得成功的经验之外 对7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数万人集会 关注的是如下之点 第一就是现场的情况 习近平新村中山庄出席并讲话 而其他中共的要员都是穿西装打靈态 集会由李克强主持 出席者中引人注目的是胡锦涛和温家宝 还有一些老常委 好像吴邦国、宋平、李瑞环、曾庆红、 张德光、贾兴林、余政星、张高丽等等 而90岁高龄的江泽民和朱镕基 并没有出现 谈到讲话的内容 习近平向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谈到台湾问题 习近平说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此事不如的历史任务 也有西方媒体 着眼习近平在讲话中的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说法 担心会发生军事的冲突 此外 提到讲话中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 一跌西方媒体 最主要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 人民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的论述 不过 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 在内的西方媒体 继续大画中共的历史创破 包括经济困难时期的死亡、 文化大革命和六世事件等等 而目前 特别注意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等问题 但是 很多西方媒体 不得不承认中国取得的经济和科技成就 并将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实体的事实 7月1日中共成立100周年 日本自民党以干事长二階进驳的名义 向中方发出了电报 他透露 自民党方面接触了中方的请求 并根据外交礼节作出回应 自民党官员说 电报中包含了日中两国里行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责任 并强调了满足国际社会期望的重要性 曾任自民党总裁的前众议院院长何野洋平 也发出了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贺电 公民党代表山口那俊南7月1日表示 一个政党认来了100周年是很难得的事 希望能够进一步为世界和平发展安定尽力 他透露 应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公民党以山口那俊南代表的名义 发生了贺电 另一方面日本共产党并没有发出贺电 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日共公关部门表示 中方并没有要求我们发贺电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嘉腾胜讯 在今天上筹的记者会上 就中共成立100周年 作出回应表示 就日中关系全局而言 稳定的双边关系对于两国 甚至本地区和整国国际社会的和平和范围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实体 在关乎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各项课题上 肩负着大国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遵律国际社会的规则 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至关重要 加腾也说 中国和日本之间 仍然有很多课题上代解决 在人权问题上 包括中国在内 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保护民主、自由、人权 以及法治等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在中国的网络上 流传着关于七一勋章获奖人数和名字的原基 七一勋章获奖人数 为何是29个? 因为29加上七一 刚刚是100 第一个获奖者的名字叫马毛姐 马就是马克思 毛就是毛泽东 显示中共基于马克思 起于毛泽东 最后一位是渠秋白的干女儿渠独依 这个固然是姓氏不惑的排序 也因为渠独依今年刚刚100岁 在香港 24周年回归庆典 今早顺利举行 但是是在警方高度报防下进行的 而市面上也未见庆祝 在回归星期礼举行的地点湾仔 部份到昨天已经封闭 并且有水炮车和警车驻房 今早属于激进民主派的社民联 如常去到星期礼举行的地点示威 但是他们并没有像过去那样 抬着棺材以示港商 而是改议两个大红公登 挂着社友贺白周年 无忘初心的报条 再加上拉着社友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横顾前进 今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美国彭博社记者提问发言人汪文斌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说因为防止新冠肺炎 疫情不力导致一起严重事件 被朝鲜带来危机 记者问 中方是否正在向朝方提供援助 帮助他度过危机 如果有可否介绍中方提供哪些帮助 中方此前是否向朝方提供新冠病毒疫苗 是否将继续向朝方提供疫苗 汪文斌的回答是 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伦邦 我们尊重朝方 立足本国实际情况 采取的防疫措施 希望朝鲜各项事业 顺利推进 长期以来 中朝两国一直有遇到困难时候 互相帮助的传统 如果朝方有需要 中方远积极考虑向朝方提供帮助 彭博社记者随后追问汪文斌 你能否明确告知中方是否向朝方提供疫苗 汪文斌说 我刚刚已经善明了中方的立场 有声说 金正恩可能改造朝鲜高级领导人的团队 星期四下午 有戴安娜王妃的第一张雕像 在恒生论宫花园揭幕 这是他的儿子威廉和哈利 共同主持完成的 似乎在兄弟冲突中暂时放下了分歧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威廉和哈利明确表示 他们希望母亲带着三个弟弟 两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的形象 能够象征他的生活和遗产 制作了英国硬币上伊利沙白女王雕像的雕刻家 布罗得利 展示了一位热情优雅充满活力的戴安娜 在皇宫花园会面了一个钟头之后 两位王子进行了一次私人会面 试图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 最初 这个由两位王子资助的雕像 计划在2017年揭幕 刚刚是他们母亲去世20年之后 但花了更长时间 据说这星期四是戴安娜的六十岁生日 被认为是另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 访问了佛罗里达州公寓大楼倒塌的地点 他对当地官员说 他希望联邦政府能够全额上还 卖阿玛和佛罗里达州的费用 拜登并且与救援人员和受害者家属交答 截至目前已确认18人死亡 至少145人下落不明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在倒塌大楼里 除了建筑物倒塌后不搞 并没有发现有人还生存 倒塌的原因还不清楚 3年前一名工程师警告说 这座12层高建筑遭受重大结构性损坏 法国警方表示 前几天在还发自行车大赛中 造成多名选手 受伤的肇事者已在6月30日被捕 卢头舍引述法国电视台的报导 警方在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地区 逮捕了这名女子 她将面临1500欧元的罚款 不过不会受到起诉 据报导 赛事在6月26日刚刚开始没多久 这名女子突然举着大型鼓励 选手加油牌子进入赛道 导致最靠近她的选手马丁应变不及 翻车倒地 其后多名选手因此受到牵连 倒地受伤 更加有人因为伤势而退出比赛 回来荷兰 受荷兰政府内政部的委托 一个就如何处理奴隶制问题的委员会提出建议 荷兰政府必须为奴隶制的过去道歉 并且承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危害人类罪 并意识到荷兰奴隶制过去的后果 今天仍然存在 今天在纪念苏里南和安德里斯群岛 在废除奴隶制的庆祝活动上 委员会提交了217页报告 这份报告是关于17世纪到1863年7月1日 就是荷兰正式废除奴隶制之日 之间的时期奴隶制及其后果 阿姆斯特丹女士长阿尔什玛 今天在当地东区公园举行的纪念活动中 代表市政管理委员会 为阿姆斯特丹的奴隶制历史道歉 在演讲中他明确表示 政府希望对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 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中扮演的角色 以及由此造成的苦难承担责任 18世纪 阿姆斯特丹的经济增长有40%来自奴隶制 几乎每个人的收入都有来自殖民地的部分 在阿姆斯特丹奴隶制历史的遗迹 仍然随处可见 今天早上一架比利斯F16飞机 在荷兰女佛登空军基地飞不起来 撞进一座建筑物里面 建筑物当时没有人 只是有物质的损失 飞行员使用弹射座椅逃生 腿捕受伤 当时F16上有两名军人逃生的飞行员 已经被送往女佛登的医院 但情况还不清楚 另一人在飞机上工作也送到医院检查 几十年来 女佛登 一直是战斗机F16的基地 这些战斗机 几乎已经到了使用的年限 要为F35让路 今天在荷兰路蒙法院开审一宗杀母案 现年24岁的男子卡斯阿 在2020年8月29日星期六 在Ferno以可怕的方式 杀死了她的母亲 据称这个男子一直有个正常的青少年时代 转过纪智学 目前独居 住在海牙 正就读大学二年级 但是2020年第一次封锁之后 她变得情绪低落而憂鬱 除了做瑜伽和减肥 她开始大量吸毒 并产生幻觉和错觉 作案这一日 她回到Ferno 和母亲一起探望的侧 突然间精神失控 先是尸图自杀 她母亲希望让她平静下来 但是她突然拿起一把刀 割断了母亲的喉咙并毁容 然后尸图自杀 后来被赶到警察制服送往医院 检测部要求三年的监禁 和接受强制性的精神治疗 检测官认为 她的责任很少 主要是因为她的精神病 好,今天的新闻就播过到这里为止